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菲律賓司法部發言人表示當局是會關閉牌照過期或被撤銷或涉嫌美向政府繳納費用等違規行為的離岸博彩公司, 會在下個月起遣返公司大約4萬名中國聯工,由於近期發生中國公民針對其他中國公民謀殺、綁架等犯罪,這些公司涉及相關罪行,菲律賓決定採取這次打擊。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強調中方堅決反對賭博活動及採取嚴厲措施打擊賭博。 而其實之前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亦有說過,說這些博彩活動是傷害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 路透社亦報導,說在高峰時期,菲律賓尼岸博彩公司最高是有請到30名中國員工,主要招攬中國人去境外賭博。 有顧問曾經估算過,這個行業每年產生的經濟收益是超過32萬美金。 如果它所遣返的4萬名中國人全部都是叫人去賭錢,或者是有犯罪情節出現的話, 相信它回到大陸,分分鐘都是要被人告或者要坐幾年。 因為大陸就有個禁止境外賭博及招賭的法律。 那這些好明顯是中了,如果他們是叫人出去賭的話。 其實除了海外去打擊賭博之外,就算是你在大陸要出去旅遊, 現在都是要簽一份叫做不博彩的聲明書, 表明自己出去是不會賭錢的。 所以你說這些賭業未來有沒有運行呢? 我覺得條路好艱難下。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